我这个天堂鸟是不是嘎了 老花一每日一打 回答一下臭包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臭包说 你看我这个天堂鸟是不是嘎了 这不是嘎了臭包 你整个盆套上确实挺好看 但是呢 你得稍微给它掂高一点 再一个呢 你这个还是有点水大的感觉 通过这个黑边我就看出来了 其实天堂鸟那个根系 它这个粗的能比我的大拇指都粗 粗的 甚至说能感到我三个手都这么粗 它很粗壮 它是那种肉质的一个水嫩的根系 它特别害怕积水欧根 你像这个东西在云南云南算是干旱了吧 在云南都可以实现野生 明白了吗 再给你附属一下 这个东西叫尼古拉斯赫望蓝 叫赫望蓝不叫天堂鸟 天堂鸟的叶子比这个窄 这个叫赫望蓝啊 臭包 然后说这个现在怎么办 现在是用点小黄二号撒到土里面 添空水等它干一点再说 然后你看那叶子实在不爽 都给它剪掉让它重新长新的 这个没办法 哎 你在家里边养天堂鸟 你的空气湿度达不到啊 它就裂了各种干裂了 明白了吗 要在广东福建这些地区可能不会存在 因为人那个地方很容易 是吧 你在家里边也能养好 但是得加钱 懂了吗 希望这个话有理解 有的话说 老坏爷我若我养这个东西养不好怎么办 可以养点这个 你像那个叫什么来着 南天竹啊 发财数都比这个好养 但是你这个浇水量 确实有点可怕啊 拿捏一下啊 注意一下 下个寿宝说我新收到的加成 织条需要修剪吗 怎么办呀 现在我不建议你剪 我建议你换个大一号的盆 然后呢到冬天再剪 怎么理解呢 就是冬天天冷的时候上面的叶子全部冻掉了 冬剪 重剪就行了 那么冬天的时候怎么剪 冬天的时候 简单的给你滑了吧 冬天剪很简单 就完了 哎呀 有话说怎么要剪那么狠啊 其实我跟画面说 绣球那个呢 它是 这个根长得越壮 第二年它就会长得更多 明白了吗 它是 休眠 上面的这条 这种很细弱的这种没有木质化的 第二年也就冻死了 所以说你剪不剪的嘛 你冬眼就行了 像周伯说 这是出啥问题了啊 你这啥玩意 是啥玩意你这个 还出啥问题了 问题出现了很多啊 首先盆土这一方面 它没有营养 你还在那儿长草 它肯定黄叶的 你听你打个比方说 我打柚子 是吧 吓不家伙了 我再给它配上十只猫 给它关一个屋里边 我不给它饭吃 你觉得它能活多长时间 来个耗子嘛 猫还给它抢着吃了 你看土里边有点营养 这些草还抢着吃了 它能不慌吗 全营养 把草拔了 松松土换个大一号的盆 稍微修减修减 撕点肥 这才叫养 下周伯说 球篮咋在那儿晒的 我给你说过多回了 我说球篮喜光 但是怕晒 叫又菜又爱玩 我大舅子 口疮加痔疮 但是喜欢吃辣的 结果吃了去医院了 你问我打回去 你猜 这就晒的 怎么办 这个晒的你不可能复原了 你可以把这种叶子 长时间去剪掉 再当它掌心的 闪光就够了 下个初保 老师这个还有救吗 你把花剪了吧 这个也是晒的 还有一个浇水 不干你别老浇他行吗 亲耐的 你老师浇水干啥 很多话就嫌不住 你真嫌不住 你来我大棚浇水行吗 我谢谢啊 我们都是等干了再浇 不干了是绝对不会浇他了 你别说我们这要干了浇 不干不浇 有的还得死呢 你这你天天浇他能不死吗 控水 用点小黄二号 把那个花剪掉吧 你那个还有点晒啊 你那个保联灯 别让那强光暴晒 控水 像这我说换盆一个月了没发给呀 吃干还是绿的在那的 这怎么处理呀很着急回复一下 你这啥玩意 是买钱就这样吗 啊 买来的时候就这样吗还怎么着 这已经快嘎了 没意义了都 你给他浇点水 套个塑料袋试试 白天套上晚上打开 别让他强光暴晒了有点闪光这个光也差不多 只能这样了没别的办法了 我看的是有点干 浇一点水然后套个塑料袋 喷一喷 套塑料袋 就套半天 打开半天 好吧 别的没啥了觉得不错 点个赞 想要问题的话可以视频要留言 我是老花一 眼花最在意 白了吃吧 我猜 嘿嘿 嘿嘿